接下来的时间 我与大家分享今天信息的第二部分 是如何迎接荣耀的君王 在这第二部分里边 又有两点的提醒 第一点 是我们要以顺服来迎接荣耀的君王 约翰福音十二章十六节 这样提到 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 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 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 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 我相信那些拿着 村里之夹道欢迎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百姓 可能和耶稣的门徒一样 并不真的明白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只是真的开心 见到了那一位曾经叫拉撒路 从斯利福活的主耶稣 就跟着人群欢呼说 和善那奉主明来的以色列王 是应当称颂 其实他们并不明白 接下来的几天会发生什么情况 他们也绝对想不到 这位被他们以君王身份 欢迎入城的人 会被他们同样以 犹太人的王这个身份 定死在十字架上 因为他们并不明白 耶稣这位弥赛亚君王 是要先受死受难 才能复活得荣耀 正如经文十二章十六节说 门徒誓到耶稣得了荣耀 也就是耶稣受死复活以后 才想起来 原先不明白 后来才知道 那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我们所面对的事情 或者我们所面对的所有的挑战 我们根本都不知道 将来会发生什么 或者说为什么会发生 对当下的我们是不明白的 面对很多压力 困惑 不如意 不顺利 我们不明白 但是 若我们能够在上帝的计划当中 顺服环境的带领 以信心继续 以神同行 最后你必定会发现 这其中 都有神 美好的旨意 都有神 特别的安排 第二点呢 是讲到我们需要以谦卑来迎接荣耀的君王 同样我们来看接下来的经文 是约翰福音12章17到19节 当耶稣呼唤拉撒路 叫他从死里复活 出坟墓的时候 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 众人 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 就去迎接他 那法利塞人呢 彼此说 看啊 你们是徒劳无益 世人都随从他去了 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 面对同一件事情 就是主耶稣叫拉撒路 从死里复活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和反应 拉撒路和当时在场的以色列人 就勇敢的到人群中去为主耶稣做见证 拉撒路甚至因此招来被杀害的威胁 而法利塞人却非常无奈 甚至生气 想要杀害耶稣 这些法利塞人 他们最爱的是自己 他们在意的是自己的荣耀 他们在意的是自己的好处 所以说弟兄姐妹 人一直以来的问题 就是自我 自私 都是为自己想要更好 为了自己的好处 然而 耶稣却并不如此 耶稣是与我们完全相反 因为耶稣是为了世人的好处 甚至可以舍掉自己的生命 所以我相信 法利塞人是我们要引以为鉴 让我们能够活出像耶稣那样生命 活出真正的意义来 最后呢 让我们来读一处的经文 在菲利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 对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极 取了奴苦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诚心胜负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加他身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是荣耀归于父神 弟兄姐妹 但愿我们能够为神而活 活出真正美好的生命 活出蒙神喜悦的生命 像耶稣那样谦卑舍己 像耶稣那样顺服天父的旨意 在这个寿难节开始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思想 一起思念 敬念主耶稣顺服 谦卑的榜样 让我们为神而活 让我们以顺服 以谦卑 来迎接那位得胜的 荣耀的君王